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又来到了程式会播段里程 那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让我们的订阅快来到1万了 那请大家多给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那这个DNA制作人 他在下面有帮我设计一个 施惠的Q2版 大家可以按一下就可以订阅到 程式会播段里程的YT频道 那这一个礼拜呢 我们来讲最热门最热门的消息呢 因为上个礼拜我的粉丝呢 在我们上一周讲台积电这个 整个分析台积电这个产业的影片里面 他问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连电 那我在上周的时候呢 就赶快跟他说 连电最近有利多消息哦 就是Cowars 那回答了呢他的营收呢 135.1亿耶 比去年同期翻倍 翻倍是多了101.1% 就是翻倍的意思 而其实法人原先就有预估他是112.2亿哦 没想到他竟然 135.1亿耶 所以就已经更好了嘛 那他的毛利也很强哦 你有看过一家公司可以毛利71.2%吗 台积电 你知道台积电的毛利今年 这一次Q2的时候是53% 那去年呢 在同期的时候台积电的毛利大概是62% 台积电已经非常的强哦 没想到了这个 我回答竟然有71.2% 他在去年同期的时候呢 他的毛利是45.9% 那我们来看他的获利哦 今年回答的获利是去年同期的422% 4.22倍有强吧 回答会觉得台积电你的产能不足啊 所以怎么办 我怎么觉得你的产能只能 占我50%而已 于是回答他非常的紧张哦 赶快又设了一条叫做 飞台积电的口我四成哦 那在飞台积电的系列里面呢 就是由联电做大哥担当啊 那还有日月光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哦 联电跟日月光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有 涨了耶 你看像联电那个粉丝跟你讲恭喜你啊 你多放了这几天呢 你就多了联电就多了5块钱 从41块钱到46块钱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大家都知道回答过去是电竞电脑里面的GPU嘛 但是他的游戏类呢 他的游戏类是24.9亿美金 大概比去年同期增加22% 已经可以增加22%够强了吧 但是大家来看他AI生成哦 他的资料数据中心哦 却多了171% 哎翻了1.71倍哦 就是103.2亿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数据中心的资料图 然后就会把这个图在这边给大家哦 哇 大家可以看从2014年从零开始 有看到这个图吗 2014年从零开始呢 一直到2019 2024年大家可以看他每年是 等比急速几倍的在成长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2023跟2024 明年呢 这个营收呢 将会比今年呢 多了翻倍哦 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bar是更多哦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 NVIDIA那么这么这么的厉害 所以他当然会觉得台积电不足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 日月光跟联电可以重回 重返荣耀哦 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一个非常公盛的频道 我们就是非常的认证去看总体经济跟财报 然后按照这些数据 来去选我们的标的 那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美股跟台股的联动是很大 因为我每天最关心其实是美股 那我是由美股来看台股嘛 那如果今天这个很确定全世界呢 都跟着AI题材走 这也就是电动车题材走 我们就选龙头很安心啦 好那我们来看广达的财报 他今年上半年的财报都也如何呢 财报翻倍吗 大家都想说今年的广达 可能获利是9块 明年是18块 有大家有没有看很多分析师 在Google写说 今年的广达呢 获利会有9块 明年是18块 翻倍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我们就真的来看财报瞧一瞧 所以把财报放在这边给大家看 那广达呢 今年上半年的获利多了54.9% 他这一季的营收 来到这个 2,400多亿 那他的 纯税后 纯益来到165.98亿 真的很棒耶 年增率是54.9% EPS4.31 比去年多很多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哦 广达在去年Q1的 EPS值是1.75块哦 然后去年的Q2是1.03元 那这两个加起来是2.78元 所以今年Q2就2.63元 所以已经快去年一整个三半年 那今年上半年 你看去年是这边有看到吗 2.78元 那今年上半年是4.31元 真的很强吧 几乎都快要翻倍了 我们先来算一下广达 未来有可能的股价 那他股价大概是会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广达今年呢 如果是9块 因为他今年上半年是4.31元 那我们预估说 AI的本益比是22到25元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 AI的本益比是25元 我们来算 他今年是赚9块 9乘以25 刚才呢 我们算出来是225 所以他今年248 好像股价贵对不对 可是大家的店长 如果我们用明年18块 你可以算给我们看一下吗 如果18乘以25股价是多少 450 你什么时候算的 你怎么那么快就讲出来 不要厉害 股票是看未来性嘛 所以我们就当一个参考 总225呢 一直到450 那到底可不可以买呢 大家就是看着他的营收获利 到底有没有像这个法人们预估可以翻倍 这样同学懂了吗 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伟创 那伟创其实Q2呢 他说他很威风啦 因为他获利即增17倍 什么叫17倍 感觉17倍好像很多呢 但是伟创一定要来跟大家说 因为他今年Q1 是0.06 EPS只有0.06 那在Q2的时候呢 他EPS是1.16 所以就多了17倍 感觉很威风 那其实他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他财报一下 伟创这边有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去年的上半年的EPS值呢是 他去年Q1赔钱负的0.31 那负的0.31呢 但是他Q2有1.53 那你跟今年Q1 今年Q1就是跟去年比是转亏为盈 可是去年的Q2是1.53 那今年Q2的话就1.16 所以呢今年去年跟今年是差不多啦 1.16加这个0.06是1.22嘛 那去年怎么那么巧都1.22耶 所以他今年的上半年货令跟去年是一样的 那其实因为这个伟创 他股价上上下下太厉害了 所以他有被列入这个助益股 我记得他6月份的这个 EPS是0.6 惊为天人啦 你看Q1整个Q1才0.06 然后整个Q2也才这个1.16 这是一个6月份就0.6 就占Q2的一半呢 大家有没有感觉呢 所以大家是说未来呢 他的获利都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那时候一直涨到180几块 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因为他7月份的时候又消风了 就是他获利跟营收又没有6月份好 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他8月份 我现在目前可以找到是说 今年 伟创今年获利去跟4 我们用4块好 因为去年是4块 4块多 粗一点 他说今年的获利大概跟去年子品 我们用4块乘以25 这样是多少 100块 那我们就是可以抓一个就是100到120之间 这个大概是伟创股价 那另外一支股票 我觉得大家非常关心是技嘉啦 技嘉因为他有技刚嘛 那技刚确定是这个 呃他也是这个 徽达的这个供应商嘛 那徽达把A100跟H100呢 都给技刚去生产 所以技刚有非常大的优势 那我技嘉就有这个 这个小金鸡膜 可是有一点啊 就是说 这个技嘉他6月7月这个营收不是很好 获利也很好 整个上半年才只有赚3.01耶 你想问大那店长 我们也来算一下 技嘉的股票好了 他的上半年是3.01啊 然后今年预估 大家可能预估他今年可能就是6块7块 7乘以25的话你算出来是多少 175 对啊 最近一直涨 涨到我都害怕了 现在技嘉的股价是354耶 所以他本益比已经要来到450喔 但大法人里面 投信大家可以看喔 外资不停卖 投信不停买 那投信其实买技嘉真的蛮多耶 投信占这个技嘉9.11%耶 自营商占11.9% 跟大家讲其实 一般投信跟自营商不会占一张 一般这个股票这么高啦 AI是本益比25嘛 他现在本益比已经来到450了 那大家就先不要 先停零等等喔 不要买因为 怕很像那个航海王 那今天呢 我们还要再讲一个 类股叫矽智财 那到底什么叫矽智财呢 今天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矽智财呢 台湾有三雄 四星创意跟力旺 那其实创意的话 他跟台积电就是非常 close 有点像他的这个厂商 那大家知道嘛 像比如说特斯拉好了 是会讲一个特斯拉 那像特斯拉是一个电动车车厂 他想要做自己的IC 可是他不会设计啊 他又不是灰达 所以他不会设计嘛 怎么办 他可能交给像四星啊 创意或力旺这样的 吸制裁IC design house 当然啦 这个特斯拉是跟美国公司合作 做IC design的事情 不是跟四星 也不是跟力旺或创意 但是这个跟大家讲说 四星KY 我觉得这种矽智财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设计这个IC design 他就直接有钱 可以收入 就从这个厂商这边 然后给台积电去生产 但是他不需要有库存 IC的库存 因为他是特别为特斯拉 比如说特斯拉去制造的 所以呢 诶 特斯拉付钱给他 他出的就是脑力嘛 智慧啊 跟创意 还有设计 所以他这里面的人 就是非常聪明的人 会做IC design 那设计完之后呢 这个台积电他们出货 出到这个给这个可能特斯拉他们 所以呢 这些公司呢 他公司并不会有什么 呆资料库存啊或硬體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的资本其实都 不大 他们资本都不大 所以他们的获利就是存获利 不用再去担心啊库存这些 那你来看联发科他叫IC Manufacture就是制造工资 他跟 世兴啊 力旺这件不一样就是说 他设计出来的IC 他自己也会像世兴这样 他是IC design house 但是IC他是联发科自己拥有 比如说联发科会做手机的IC 他这个IC做出来 他可以给大陆不同品牌 但是IC的库存是在自己家里 所以联发科的资本额他们 都会比这些西制裁公司 可能多个10倍 今年的联发科的 获利应该跟这个世兴KY差不多 但是呢 世兴KY股价快是联发科4倍 那从这里可以知道本益比也是快4倍 比联发科多4倍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世兴KY他现在本益比大概在70几 70到80件甚至是过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不要上车了 不要再去买4星KY 这是有点贵的 那这个最后呢是会来一个总结 就是说 觉得这个美股很重要 其实我们买美股呢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来看美股 就是再看看说 台湾的这些股票 要跟美股的联动性是很高的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课程 这个影片可能有点小难 因为就是讲美股跟台股联动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慢慢养成习惯的话 这样你台股的获利也会更好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我的训练 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要先把一些基本的财报啊 还有总体经济这边弄好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希望有这个AI族群的朋友们呢 可以获利 那买ETF也很好 里面有很多AI哦 记得按赞 订阅跟分享哦 拜拜